川普喊话中国别再闹了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1月22日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说 中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成长数据显示 他真的应该跟美国解决贸易纠纷 而不要再闹了 川普1月21日下午发出推文说 中国公布了自1990年以来最慢的经济增长 原因是他跟美国贸易关系紧张和有关新政策 很合理的做法是 中国最终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交易 别再闹了 在中国国内需求疲软 美国施加惩罚性关税的大背景之下 北京星期一宣布 中国经济在去年最后一个季度 增长了6.4% 这个数字创下了近30年来 中国经济季度增长率的最低记录 上一次中国经济增长率如此之低 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2009年上半年 美中两国贸易代表团 这个月早些时候在北京举行了两国元首 12月初答应贸易战休战三个月后的首次面对面会谈 川普总统曾说那次磋商取得了良好进展 但是财政部长姆努钦说 迄今为止 双方的磋商还远远没有解决美中贸易关系中的多项关键性问题 预计下星期中国副总理刘鹤将率领代表团来华盛顿与美方举行高层磋商 双方试图在美国预定3月2日凌晨 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增收关税前达成协议避免贸易战升级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的数据还显示 去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是6.6% 经济总量首次突破90万亿元人民币 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经济情况会继续变坏 增长率在今年会降低到6.3% 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已经比官方的数字低得多 即使是中国与美国在这一轮的谈判中达成贸易协议 中国经济也不会因此建好 除非北京能够提振疲弱的投资和消费者需求 而中美是否能达成贸易协议 现在还很难说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习近平重提反黑清除保护伞 民众不幸有作为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1月22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自习近平掌权后 不仅大力倡议反腐行动 全国一掀起扫黑除恶风暴 近日习近平在一个政法委的工作会议上 再度指示严查保护伞 更定出以三年为期的目标 司法部最高减等执法部门 及后重申反黑清除保护伞的决心 不过有维权人士和访民则认为 若地方政府不执行中央政策 加上打压民间的举报 再好的反腐建议也是突然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出席中央政法委的工作会议时 只是各部门要以三年为期的目标 分阶段分领域的扫黑除恶 习近平强调 黑恶势力是社会毒瘤 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 侵蚀政府执政根基 必须紧盯涉黑涉恶的重大案件 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 以及其背后的保护伞和关系网 他又要求要聚焦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完善权力运行监督和制约机制 坚决防止执法不言 司法不公 甚至执法犯法 司法腐败 他在会议上特别提到 政法机关要敢于刀刃向内 刮骨疗毒 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反腐维权联盟发起人 马波则指出 即使中央如何加大力度扫黑除恶 但是地方政府却对举报的民众 进行打压 保护和继续助长黑恶势力的横行 因而习近平如何指示 要以三年为期的目标 他相信成效有限 马波说 腐败的关系网 从市集省公安厅 一直到公安部 黑恶势力的覆盖太大了 中央想把黑恶势力除掉 现在还达不到 百姓知道这些事情 就去举报 可是都不让你说话 这些黑恶势力 怎么能打得彻底呢 河北访民 蔡智国一认为 官场的贪腐行为 助长黑恶势力的蔓延 这是相互紧扣的环节 他希望习近平提出 严查保护伞 这个三年为期的目标 能真正落实 从这个根源问题开始解决 蔡智国说 每个官员都不是说为老百姓办事 而是他们天天在想 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事实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没人管 没有敢管 因为这个原因是黑恶势力 都与官场有关系 但是制度不改变 这些问题就没法根除 习近平指示 严查保护伞后 全国检察长会议 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 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 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 亦分别针对扫黑除恶问题 表达决心 最高检检察长张军 在会议上指出 扫黑除恶的一大难题 就是破伞 为当局对相关问题 绝不姑息 当局将会通过内设机构改革 令检察工作更专业化 司法部长 傅政华表示 要针对打击黑恶势力 修订完善法律 要做好涉黑涉恶 罪犯的收押改造工作 全力做到挖干挖净 为扫黑破网打散做出贡献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 赵克志则要求 针对突出的治安问题 坚决主动严打 赵克志又特别提到 要以防范抵御 颜色革命为重点 严密防范 坚决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 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 深化反恐怖 反分裂斗争 捍卫国家政治安全 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并要准确把握政策法律界限 扎实做好各项维稳工作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微信反映社会撕裂 对中共极权统治有何影响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1月22日 美国之音邀请专家学者参与讨论报道 三观不同 不必强容 目前中国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 导致信息量激增 加剧了观念分歧和社会撕裂 任何尖锐的社会问题 都能够在微信群和朋友圈里 引起剧烈的争论 无论同学群老乡群甚至亲友群 只要涉及到价值观的话题 马上各执一词 唇枪舌剑 最后友情的小船 说翻就翻 微信群反映出的社会撕裂 对专制极权统治有何影响 为什么中共采取封号等高压手段 却无法封杀社交平台的意见 5G等信息技术的发展 对当权者究竟是福还是货 今天参加讨论的嘉宾是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 普遍性 特殊性充斥 虚拟方式 人情隔脸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我知道自己是敏感人物 不想因为微信而给别人惹麻烦 不过我对社交媒体还是有所了解的 而且我是资深网民 相当熟悉互联网的情况 对于微信而言 社会撕裂和三观分裂现象 具有相当的讽刺意味 微信群本来是朋友圈 结果反而会因为相聚 而不欢而散 有些群在建立时 三观是一致的 但是时间越长 分歧越多 中国微信群的状况 具有普遍性特殊性 还有中国特色 普遍性而言 网络的效果是放大对立和分歧 刺激好斗和攻击 脸书一名前高管 就对社交媒体造成撕裂 而感到内疚 阿拉伯之春 推手之一的一名埃及人 为社交媒体推动阿拉伯之春 感到欢欣鼓舞 但是又对看到的撕裂 感到不安 原因在于 虚拟空间不能替代真实空间 人们需要语言交流 交流的方式 影响交流的质量 交流者的心态和关系 美国两百多年前 制定出了这么好一部宪法 是在费城开会四个月 才获得的结果 这个时间很重要 如果这个会 只用两天来开 而且不面对面讨论 恐怕早就闹疯了 甚至得爆发内战了 所以说 方式很重要 国人通常喜欢 在饭局上谈生意 就是为了友好的气氛 即便交易不成 交情仍在 法治国家的律师制度 也是起源于此 原告被告打官司 对不公堂 生死冤架之间 要理性辩论不可能 所以由律师代理 而且律师还分别 对法官和陪审团讲话 以保证辩论 更加客观和理性 互联网作为虚拟空间 的确容易造成问题 过去的刊物 博客 甚至微博 这方面都好些 相比之下 微信就是 完全的短 平 快 微信群不宜用来 就公共事务进行讨论 自由社会的社交媒体 仅仅是辅助作用 中国不一样 没有自由的公共平台 因为都被封杀 仅有微信群还存在 中国确实连基本价值 都缺少共识 因为连普世价值都被当局拒绝 专制社会的社会撕裂 本来就超过民主社会 也没有好的方式来交流 所以 社交媒体当然对当局的统治 造成冲击 因此更会被打击 社会问题 升级三观 异于炒作 升级火爆 胡平说 应该说很多自由独立言论 都来自微信群 因为在中国 不经当局审查 而发表言论的现象 只有在网络上可以存在 因此 微信才扮演重要角色 尽管它有很多副作用 但是仍然获得好评 毕竟它的正作用更多 我观察 几乎所有公共话题 都会引起口水仗 有些不涉及三观 而是因为表达不当 而导致混战 以至于感情大伤 那些三观分裂的话题 包括对毛的评价 这恰恰又在于 包括当局在内对毛的评价 也是正反都有 所以 用毛派 有很大的话语空间 而反毛的 也有一定的话语空间 那些能够构成大话题的 必须有一定的敏感度 但是也不能特别敏感 这包括毛时代和文革 包括外交 中美关系 贸易战 两岸 新疆 西藏 等等 社会问题很容易升级到三观问题 微信群的表达方式是原因之一 加上很多人也乐于把讨论的问题提到一定高度 以至于强化不同意见的对立程度 导致出现火爆场面 社交媒体大胆 破功卓越 与专制体制针锋相对 胡平说 政府管控微信群 不如对搜索引擎等的效果 总体来说 社交媒体破的作用大于力 分裂效果 大于达成共识的效果 专制维持统治 需要造成舆论的统一 在中国 微信有很大正面功能 同样是政府对网络进行管控 但是程度不一样 微信群仅仅用于内部交流 对社会影响小 群内信息 群外人不知道 这与网上刊物 博客 公共论坛不同 其影响面更小 技术手段 也起到了作用 网民可以自己上帖说话 政府不可能单方面 加以事先审查和过滤 只能事后审查 这就出现了时间差 此外 当局也认为 不能完全控制网络言论 和依靠伪造的名义 否则连自己也不清楚 真正的名义 会让自己困惑 所以 官方反而希望 了解民间的真实动态 而微信群作为一个窗口 可以让官方知道民众的想法 这对他们的统治很重要 免得自己骗自己 所以 我们在微信群 依然可以看到一些大胆言论 党文化造就三观分裂 双重人格 娃娃抓起 历史学者 独立时评人 张立凡说 我每天上一次微信 而且有冲动 要彻底删除它 众所周知 中国的微信 异于被监控 所以我仅仅使用 它的两个功能 用留言板交流一些 不太重要的事儿 迅速浏览一些 不错的文章 我跟网友的微信交流 越来越少 一般来说 群中人 开始是好朋友 一起讨论问题 也有共识存在 但是久而久之 分歧也许就出现了 三观分裂 其实是党文化的教育造成的 这种教育中 灌输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都与现实相冲突 甚至相悖 比方说 为共产主义奋斗 社会上看到的 都是相反的 是为自己奋斗 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三观 都被颠覆 为人民服务 我们看到的是 人民公仆 为自己捞好处 只不过挂了服务的招牌 来忽悠人民 所以 国人三观 没法不分裂 中国孩子们 从小被从娃娃抓起 形成双重人格 比方说 收买同学 选自己当班长 送礼讨好老师 得到荣誉 这套东西 幼儿园的孩子就会 中共教育培养的 就是人格分裂的人 此外 科技引发社会进步 比方说 在博客中写文章 论逻辑 讲道理 在微博上讨论共同主题 大规模互动 等等 不过 微信的情况是 被分割为几十人的群 这也正符合官方的思路 就是要避免像博客般 一个话题造成上万讨论 造成的压力 微信群就是聋子对话 还容易让老朋友伤感情 郭文贵事件后 我在微信上 基本不说话了 我批评了郭先生 被很多朋友 甚至我尊敬的长辈批评 有些大知识分子 因为郭文贵事件 在微信上可以破口大骂 语言非常不堪 导致斯文全无 我则是绝不对骂 不中招 通过微信 看到某些人的人性 本不知道人性 有这么坏的地方 高科技自媒体 催化多元 就有模式 备受挑战 张立凡说 互联网出现之前 中国基本封闭 传播工具都掌握在官方手里 任何言论 必定先接受和通过审查 包括文字 广播和电视 互联网的出现 催生自媒体 每人都是自媒体 导致了舆论社交的多元化 网络化的生存中 有很多乐趣 包括争吵在内 人们有很多选择 这确实颠覆了世界的传统社交传播方式 90年代之前 社交媒体还不存在 突然之间就出现 90后和00后的孩子 比我们受的影响更多 当然也有很多问题 为什么新生代与上一代冲突越来越强 年轻一代为什么越来越多走上政治舞台 比方说 那些黑天鹅现象 和灰犀牛现象 都是互联网催生的 这是科技造成的时代进步 中间也包括对过去文明的挑战 这么看 我们这个年龄段 可以退出社交媒体舞台了 我们还有点话语权 还没有太招人讨厌 但是适当时应该隐退 只不过现在还想讲点儿话 我有时倒是认为三观分裂也是好事儿 可以分解原有秩序 毕竟都是自媒体 互相不服 必须平道理 获得群众 甚至成为网红 这鞭策我们要学习传播学问 敦促自己不能英雄守旧的管理网络 否则就会被抛弃 微信是博弈 政府管控缺乏自信 张立凡说 玩微信也是一种博弈 可以发表观点 不过在高压下 必须变动方式 不能正常发言 比方说 拐很多弯儿 不用文字 而是用图画 或者音频 或者把文章 变为图片等等 以应付审查 打到曲折 表达自己想法的目的 有些高手 可以云山雾罩地打太极 让别人心领神会 国人在微信上的表达 不是正常的 而是曲折 甚至是扭曲的 很多群也只跟生活有关 吃喝玩乐 有些只需友情 不谈政治 维持面上的和谐 一个群中 各自的位置和立场 都不一样 但是毕竟有同学情谊在 所以要回避不同 即便有共识的 因为一个问题 炒翻的也有 政府对微信的管控 透露的是 中共的不自信 如果是一个 赐个自信的政权 别人怎么评说 可以根本不用在乎 没必要使用手段 给网站和精英施压 我们骂腾讯 但是他受的压力 可能是我们想不到的 腾讯作为一个企业 只能接受 也许影响声望 不过腾讯用微信支付 一下稳定住基本盘 这是他的高明之处 大家还是很恨管控 我们看到 微信封号封群 越来越常态化 一个群 可以请客化为乌有 我们发出改革开放 40年建言的那个群 也是一天之间就突然没了 因为我们的言论尺度大 这些现象 都传递着不自信的信号 以上嘉宾谈话 仅代表个人立场及观点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